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为了模拟这个碰撞效果 我们可以先创建一个平面 我们可以先选中这个默认的立方体 然后我们X键将它删除 然后我们可以Shift A去调出添加选项 我们选择网格 然后我们选择plane 然后我们可以按S键去把这个平面稍微放大一下 放大完平面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按Ctrl A去调出应用选项 然后我们选择应用缩放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平面添加一个碰撞属性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平面之后 我们点击右边这里的物理属性 让我们选择碰撞 这样的话之后在我们添加球体之后 它会和这个平面接触的时候 就会产生碰撞的效果 做完平面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添加个球体 那这里的球体其实细节不用特别多 我们只需要了一个棱角球就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按Shift A去调出添加选项 然后选择网格 然后选择Echo Sphere 就是棱角球 添加完棱角球之后 我们可以按Tab键 进入到编辑模式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右键 然后点击细分 这里在左下角这个选项中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细分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切割次数调到2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平滑度拉满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个球体 之前我们讲过 其实凡是做这种类似于模拟的效果 对电脑的性能要求都非常高的 所以这里建议大家 不要把切割次数调得太大 因为切割次数调太多的话 你这个模型上就会有太多的面 这样的话在模拟的时候 就会更花时间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先把切割次数调到2 但如果你电脑性能非常强的话 你也可以在之后 添加表面兴奋修改器的时候 去增加顶点的数量 那这里因为我们只是想模拟 软体碰撞的效果 所以我们暂时不需要那么多顶点 选好切割次数和平滑度之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鼠标左键 然后我们可以按Tab键 回到物体模式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球体的位置 稍微往上调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选中这个球体之后 我们按GZ 把它稍微往上拉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给这个球体添加两个属性 一个是碰撞 另一个是软体 所以我们可以选中这个球体 然后在右边的物理属性中 我们先点击碰撞 然后我们点击软体 这样的话我们看到 两个属性 那这时候当我们点击播放键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球是没有掉下来的 它只是在原来的位置上 上下这样震动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目前 在右边这个软体属性中 在目标旁边是打上对勾的 我们看到这个目标 是定义顶点对动画位置的粘着力 现在我们不希望模型 有这样一个粘着力 我们希望这个模型能够掉下来 并且给我们下方的平面进行碰撞 所以我们把目标旁边这个对勾取消 取消之后的话 我们把画面放到第一帧 然后点击播放键 这时候的话我们看到 这个球就掉下来了 但是掉下来之后的话 它就变成这样一个模型 感觉像是一个布料一样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点击播放 我们看到它就像布料一样 就完全碎在这里 这里我们希望这个球体 能够维持一定的体积的 而不是像一个布料一样 在碰撞到平面之后 完全散开 那现在它为什么会完全散开呢 我们看到下方有个选项 叫自碰撞 这里当我们用鼠标 点击自碰撞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显示的是 启用天然顶点球形自碰撞 其实这个解释跟没解释差不多 这里建议大家参考 Blender官方的一个文件 这里官方文件上写到 在开启自碰撞以后 我们就能防止软体自身的一个香蕉 它就相当于每个顶点上 有一个虚拟的包裹的一个小球 而且每个顶点 不会进入到其他顶点包裹这个小球上 所以通过开启这个自碰撞以后 我们就能维持我们这个小球本身的一个体积 而不会让它像刚才一样 直接摊在那里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在 自碰撞这个选项旁边打上对钩 让我们可以回到第一针 让我们点击播放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球体 即使在碰撞之后 它也维持着一定体积 它就不会像刚才一样 就是完全平面的摊在那里 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这又有一点软体的一个感觉 接下来的话 我们希望让我们这个软体 更加结实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在右边选项中 我们看到有个选项叫做边 我们点击边旁边这个箭头 就把这个选项展开 在这个选项中 我们可以调整三个选项 分别是拉 推 还有弯曲 那这三个选项怎么理解 我们还是可以参考 Blender自带的官方文件 首先我们可以讲一下弯曲 Blender官方文件讲到 这个弯曲相当于是 在我们这个模型的顶点之间 建立了一个虚拟的连接 这样的话相当于这个模型 就不会很容易被击碎 相当于它能够维持一定的维度 比如说这里面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弯曲从0 先调到2 然后我们把播放头放到第一针 我们点击播放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模型 有点像果冻一样 它的底部能够维持一定的坚硬度 所以它就不会像刚才一样 完全倒塌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顶点之间 都有一个虚拟的连接 所以相当于我们给这个模型 添加了一定的结构 让它能够看上去更加结实一些 我们这个弯曲数值的越大的时候 它这个结构相当于是越强 它就越不容易产生形变 比如说这里 当我们把这个弯曲调到10的时候 我们可以播放一下看看效果 我们看到它基本上就没有产生一个形变 而且这个球好像有弹性一样 它能够在碰到平面之后 马上弹起来 所以这个弯曲从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我们这个模型有多结实 所以当我们鼠标 去看这个弯曲属性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上写的是抗弯刚性 也就是说你这个数值越大 这个模型的边就越不容易弯曲 所以这就是弯曲的一个数值 接下来的话 我们看到上方有拉和推 这两个要怎么理解呢 我们看到拉 拉的话写的是 当长于静止长度时的边线弹簧硬度 这句话我读完了以后 我还是没懂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还是要参考 Blender官方那个文件 Blender官方文件解释到 这个拉的属性 说白了就是这个边 允许被拉伸的一个程度 它这里面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0.5的时候 它写的是胶乳 然后0.9的时候是毛1 然后0.999的话 就是脚印的餐巾或者皮革 这个其实解释的就比较清楚了 因为这些材料的话 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 是能接触到的 我们知道这个皮革 是很难被拉伸的 但这个毛1的话 相对来说 就比皮革更容易拉伸一些 那这个胶乳的话 那相对来说 就更容易拉伸 所以这就是拉的数值 所能决定我们这个物体 允许被拉伸的一个程度 那接下来是推 刚才的拉的话 是相当于这个模型 抗拉伸的一个能力 那这个推的话 就是模型抗挤压的一个能力 这里他举的例子 就是说当这个推 数值比较低的时候 就会像一些布料 就相当于很容易 就被挤压 那如果这个数值高的话 它就会像一些膨胀的物体 或者一些比较坚硬的材料 你就很难去把它进行挤压 所以这就是拉和推 这两个数值 所决定我们整个模型的 一个属性 那理解这两个数值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调节 比如这里 我们可以先实验一下 我们可以先把弯曲调到1 然后我们播放一下 当弯曲是1的时候 这个模型 是这样一个效果 那这时候的话 如果我们把拉的数值调到0.1 然后把播放头放到第一针 然后点击播放 我们看到 它就像一个布料一样 就完全摊到里面了 这里大家可以多实验一下 可以看看这两个数值 能够让我们的模型 产生哪些变化 这里我就不一一示范了 给大家留点惊喜 这样大家在实验的时候 能够自己发现一些乐趣 同时需要注意的话 就是说我们这些属性 都是受物理影响的 比如说这里我可以 把拉改到0.7 然后我们把推改到0.7 然后我们把弯曲调到1 然后这时候我们点击播放 我们看到这个球 在碰撞到这个平面之后 有一点点凹陷 基本上就没有产生太多的形变 但这时候如果要回到第一针 然后点击这个球 然后按G加Z 让它沿着Z轴往上进行移动 这样的话 我就提升了球下落的一个高度 那现在的话 当我点击播放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的碰撞平面的时候 这个振动效果就比刚才大了很多 所以这个球体的一个形变 也会受到其他物理属性的一个影响 这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直到这些属性的作用以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画面中 添加另一个球体 让这两个球体之间产生一个碰撞 这样的话能够让这个动画 看上去更加有趣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选中 我们第一个球体之后 我们ShapeD就对它进行复制 然后我们按Z键 去让复制好的球体 沿着Z轴往上移动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第二个球体 正好放到了我们第一个球体的正上方 那这时候的话 当我们点击播放键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两个球体 就有一个互动 大家能够看到 刚才我在播放的时候 还是会很卡的 因为在做这种模拟渲染动画的时候 其实这个机器需要花很长时间 去做这个模拟效果 那这里有个简单的方法 渲染电脑预先去渲染这些画面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能够看到 没有任何延迟的一个动画 这个方法其实对硬件配置 不是很高的小伙伴来说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具体的做法呢 我们可以先回到第一帧 我们点击我们的第一个球体 然后我们可以在右边的物理属性中 我们往下拉找到软体 让我们点击下方的缓存 在缓存中我们可以决定 我们希望这个渲染动画的时间 我们看到刚才这个动画的时长 也就大概只有150帧到160帧左右 所以比如说这里面 我们可以把结束点设为150 然后可以把下方这里的结束点 也改为150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只做一个 只有150帧的一个动画 那设好这个结束点的这个帧数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烘焙 这时候的话 我们看到在播放栏下方 就有个条 像一个进度条一样 在不断增加 那等这个进度条 走到150的时候 相当于第一个球的这个动画 就已经预先渲染完成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上方的一个球体 让我们同样 把它的结束点改为150 让我们点击烘焙 等它走完以后的话 第二个球的动画 也已经烘焙好了 这时候的话 当我们点击播放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动画 就没有任何的延迟 而是一个实时的 一个非常流畅的动画 那这就是烘焙的一个用法 那这里如果你要觉得 目前这两个球弹性太大的话 你可以根据我们刚才讲到的 去降低它的拉和推的值 你也可以降低它的弯曲的值 这样的话 可以让这个球产生更多的形变 然后两个球在碰撞的时候 就会有更多的凹陷产生 所以小伙伴们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 去更改我们刚刚讲到的几个数值 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讲完了 如何去给我们的模型 添加软体属性 同时做出这样一个 具有软体属性的一个动画 这里为了让最终渲染动画 更加出色一些的话 我们也可以分别对两个球 进行平滑着色 那之后的话 我们也可以给两个球 添加两个表面细分修改器 所以我可以点击上方球体 然后点击修改器 然后选择表面细分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两个球 表面就更加光滑一些 那调节完这些之后的话 我们也可以给两个球 添加一个材质属性 这里我用到一个网站 叫做CC0texter 这相当于是一个 棉板权的一个素材网站 大家可以去里面 下载一些现成的材质 进到这个网站之后 我们可以点击browse asset 就是浏览素材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有各种各样的材质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球体 添加一个金属材质 我可以点击这个黄金球 然后可以选择一个 合适的分辨率的素材 进行下载 那下载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对刚才这个文件 进行解压 解压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回到blender界面上 我们可以点击上方这个球体 然后我们进入到shading界面 在shading界面之后 我们可以点击新件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 原理化BSDF 在NodeRangle这个插件 开启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按Ctrl加Shape加T 这样的话 它会自动打开根文件夹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选中 我们刚才解压所有的 所有图片文件 然后我们点击 右下角这里面的确定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系统会自动生成所有的图片节点 并且自动帮我们 加到这个节点上 而我们这个球体 已经变成了刚才 我们选择这样一个球体的材质 我们可以进入到渲染界面 去看一下效果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之后的话 你也可以给这画面 添加个背景 再添加个合适的灯光 同时的话 你也可以像片头画面一样 去添加一些平面 这样的话可以让球体 跟这些平面产生碰撞 所以做出一些 非常有趣的动画 这里可以发挥的空间 非常非常多 大家可以像做实验一样 去不断实验一下 看看能做出哪些有趣的动画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面内容 我是黄云 我们下期再见